记者陈凤利国庆报道 由中部知名小吃桥头肉园 一中豪大鸡排 焦豆珍珠奶茶 全衣萝卜高业者组成的一组团 今天把小吃摊开进国庆香给美国中 为三校师生等线做小吃饮料 现场还有一剪汉妖怪村人偶在动跳 由老师透露不少学生首次吃到慕名已久小吃 脸上难掩兴奋之情 贫乡一组团今天开进国庆香给美国中 邻近的北港国小和仁爱相互助国小学生也前来 同乐享美食一组团准备三校师生和志工 共400份小吃和饮料 现场通煮和调制 让师生吃到最新鲜美味的小吃 发起煮的领头羊桥头肉园 不止许福能和许福文兄弟党和家人全到 两人的老母亲也上台鼓励小朋友要认真读书 守规矩 许福能说 偏乡一组行动今年已第四年 每年跑四个偏乡学校 有热心的续光 高中校长和光明帮忙找寻接洽 今年最后一场就在北美国中 出一组小吃 现场有一点 并且由众多热心业者捐款 购买食材所剩的钱也都发放 奖学金 今年也加入新成员 由妖怪村带着人偶来同乐 并送给小朋友于散茂 提前跟小朋友度过耶诞节 北美国中校长许碧卫说 三校学生中有很多不曾到台中逛过一中街或其他夜市 这次这些知名小吃业者前来学校 让小朋友品尝到美味小吃 对小朋友是一大股 力